現場繼續來關心疫情 今天新增的案1289 就是獅子會群聚案 其中一例的女兒 她在五月八號九號回到新北市 跟家人相聚一天之後回到高雄 發現家人確診之後自行到醫院採檢 結果也確診 那麼她的祖籍現在是包含了運動床管 超市工作的地點加上居住地 所以高雄是現在擴大匡列了兩百多人 已經完成採檢了兩百一十四個人 目前有出來的結果都是陰性 為了阻絕整個病毒的蔓延 市長陳其邁也宣布高雄市防疫要更嚴格 高雄市府公佈案1289的足跡史 五月九號搭乘普悠馬回高雄 轉搭捷運回小港 步行到租屋處 而包括她常去的健身房 公司 商店甚至醫院 疫調後擴大匡列 共兩百四十五人 另外新增的境外移入個案 其中一例本來要來高雄展演 後來因為疫情而取消 結果確診 就怕破口越來越大 陳其邁宣布加嚴措施 包括民眾進出公共場所 一律要戴口罩 且即日起進行大消毒 疫情延燒民眾防疫千萬別鬆懈了 華視新聞小小星 初醒熊 高雄報導